来,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,快排,然后问你存储方式是什么,一旦给你涉及了排序算法和存储方式,是不是就是在问你那一块的内容呀,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,是不是,链式存储有各种各样的限制,是,又不能够随机存取,又只能够正向单链表的一个访问,对不对 而这两点一个限制,一个缺陷,也导致了大部分的内部排序的算法而言,链式存取是无法实现它完整的功能的,对不对,无法达到想要的一个时间复杂度,对不对 这是我们看到这两个关键字,应该直接想到的一个内容,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四个选项 四个选项里面,锁引和散列,这两个就是过来捣乱的,它们作为一个存储方式,是不是只适用于散列表和锁引结构的一个物理存储呀 它们可以说是由存储方式而生的逻辑结构,然后再进行的运算,它们所有的特殊的运算是不是都是建立在它们物理存储的基础上呀 所以说,这两个在别的方面是不是都不适用,OK,直接排除 那么对于AC而言,首先直接做的话,既然有顺序存储,是不是一定选顺序存储 因为只要你链式存储能够完成的排序算法,是不是我顺序存储一样可以呀 而我顺序存储能够完成的算法,你链式存储是不是好些都做不到呀 对于这两个存储结构而言,你可以说内部排序算法里面基本都可以使用顺序存储这种存储方式 而只有少部分不要求随机存取特性,也不要求正逆向访问的一个排序算法才能够使用链式存储 也就是说,它这里快排,其实这个条件是没用的 你看到顺序链式,直接就选了A了,明白吧 什么样的题,考这个知识点,它会考的难一点呢 它会问你,给你列一堆算法,问你哪一个算法可以使用链式存储 这是不是就要求你对这个算法的一个掌握的程度呀 就是看它是否要求了这两个特性,对不对 实际上对于这道题,为什么快排不能用链式呀 因为你快排在排序的过程中,是不是有一个前后反向的一个过程 你要前后交换数据来实现一个快排的预算过程,对不对 你在覆盖元素的时候,是不是左边一条线,右边一条线,拿一个指针 然后你便利的时候,右边这边是不是从后往前的呀 而你链式存储是不是做不到呀 所以说,这是这道题具体的,为什么快排不能够用链式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做题要有大局观好吧 那么这道题就是这样